- 被撩了嗎? 大家好,我是友藏 現在我在的是烈志文的漁人碼頭 很多的遊客、本地的朋友來這玩 都只是潛藏即止 還沒有玩到漁人碼頭更加深入的內容 他們很可能會去我身後去買買鮮活的海鮮 或者是去很有名的網紅的披薩去打個卡 但是在我看來 漁人碼頭那些藏在不起眼角落的咖啡店 超過百年歷史的漁人碼頭的罐頭廠 以及那些需要尋找才能找到的美味的餐廳 才是漁人碼頭的正確的打開的方式 今天視頻我將帶大家去探店 一家漁人碼頭的日式的板燒店 去他們家嚐嚐看非常美味的日式美食 如果你是從列治文的一號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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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一直開過來就在這個地點跟我走 就像一個隱秘的角落一直往里走的話 就到達Yokohama橫濱碗燒店的門口了 如果你開車的話會停在那邊一個非常明顯的 有一面巨大的加拿大國旗標識的停車場 好了,我們去店裏邊一探究竟 這家店我在之前其實也來過幾次就餐 他們店是在去年的時候進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裝修和升級 所以現在你來就餐的話會感受到店內更加精緻和更加舒適的一個就餐的環境 在約碼頭這邊就餐也非常講究這個非常好的就餐環境 這家餐廳衝外邊能夠看到景色光線很好的包尖 來到這邊它的空間也非常的寬敞 也是同樣的,大窗戶直接落地衝外 日本的一堂山的日本的第一層肉 這是 這是 吃了就忘不掉 把我的所有畢生所學的日語全都用盡了 今天的體驗是非常的特別 會拜託這邊的年輕帥氣的Viktor 小哥哥來幫我來做這一頓非常美味的鐵板燒 好…OK… 準備… 準備… 1…2… 插… 3…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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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蒜片 用来提高我们所有菜的香味 第一道菜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鹅肝 这个就是鹅肝 欢迎品尝 顺势上来讲的是先品尝一下胃口比较重的 我来品尝一下第一道的鹅肝的味道怎么样 鹅肝就非常的松软 再加上这个非常脆的面包片 味道好好 不客气了 为Victor第一次鼓掌 牛 这个在做的是日本A5和牛 又来自日本 它的肉质非常松软 今天我给你们品尝这个和牛是三分熟 三分熟是它最佳的吃的时间 刚才点火的目的呢是希望把这个汁水呢全部锁到这个肉里 Victor 特别关照没有放太多的调料 如果觉得胃口比较重的你可以再蘸一些肉汁啊 来吃我先尝尝看原味的了好不好 很好吃很香鼓掌 这身鲍鲍鱼呢来自北美洲空运过来 它的肉质比大鲍鱼更软弱 好了吗 哇 这里是鲍鱼 这里是鲍鱼 这把烧的方式呢蛮适合一家子啊 或者两口的情侣之间 聚会啊 纪念日啊 小说一下 整个气氛非常的好 还能跟帅帅的厨师互动聊聊天非常的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吃这道呢是澳洲来的龙虾 这个龙虾呢差不多有9澳大左右 在美国几乎每一桌都是像他们这样 都这么热的 都这么热的 它就不是一个安静的餐厅 你可以安静包场 接下来呢会撒一点这个龙虾的酱汁 这里可能会炙烧一点 好 欢迎品尝 第4道龙虾口感呢应该是不错的 尝一个看看 好新鲜 那在史蒂文森呢 这么一个靠海的渔村的位置 吃海鲜是非常有保障 绝对你吃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顶级新鲜的食材 那你看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到晚餐正点的 时间了 你会发现这边的几个烧烤的牌子客人都满的 很低的客人呢吃饭的特别热闹 他们都特别的兴奋 就哇哇叫的 我们亚洲客人吃的就含蓄一点 默默的欣赏美食和品尝一下美味 非常棒 这个呢是十锦蔬菜 准备好了吗 好 鸡蛋 好 来三二一 好 接下来呢是炒饭 这个炒饭呢我们会用到刚才我们吃的那个和牛 我们用来炒饭的话会提升这个炒饭的香味 好 这里是鸡蛋 好 看我心会动 我被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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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炒饭 扑通扑通心还会动 我突然有点心动是怎么回事 心动不如行动啊 尝尝看味道 好棒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个大板烧 很像我们中国的煎饼果 它是日本的一个特色 今天呢我们做一个海鲜的大板烧 好 大板烧来了 那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味 好烫 味道很好 口感和味道都非常好 做一个完整的流程 绿茶的冰淇淋就圆满了 像是看着饿吗 一本满足 一本满足 一本可以二本也可以 专科也没关系 享受完美食出来之后呢 现在正好是加拿大夏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 天色尚早 还可以继续在鱼岩码头溜达溜达 逛一逛 削削神儿 感觉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来鱼岩码头 光累了 光饿了 不妨来这边这家横滨铁板烧的日料店 来品尝下美味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美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前面是这样 今天视频呢 大家去地狱 蹦蹦蹦 那后边的话我要看手机了对吧 网红的披萨去打红 去打卡一下 或者呢是还能干嘛 吃什么 升级和装修 跟着摆个pose 日本的一包mountain 日本的第一鱼鱼 这是吃了就忘不掉 我大西娃吃了好多次 每一次都非常的素晴 这是我下班的 老师你的日语从哪里学的 我大西娃日语都是从硬盘里学的 怎么讲出来了 为了感觉 适宅 再吴 Verb 我今天看到了 这么多的 看不见 其实一周 你就在这几天 看不见 不见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